长安街军事获悉,陆军第78级团军,莫特上吕正伟马宝川,以晋升第82级团军副政委,马宝川被誉为铁血政委,以47岁高龄,完成800米高空跳杂而闻名选军,市政委降时当吕正伟,连坡记录2013年。 马宝川任某摩布施政委不到半年,部队编织体制调整改革,才告知迪佩出任某策战旅政委,尽管已经有了心理准备,但街道调令后还是心事难平,在自家楼下转了十多圈才走进家门。 这是个谁身上谁没点想法,可是归根结底,想法要服从党性原则,想通后,马宝川在日记本上写下忠诚如今,并依然理心,在新岗位上,马宝川逝世身先是足,上任第一天出操训练。 他第一个站到牌头,第一次民主生活会,他第一个对自己开炮,第一次训练考核,他第一个上场,第一次施工,他跟官兵一起抬沙子。 很快,马宝川倒破了一个又一个记录,其一,接触伞下仅仅一个半月时间,已经47岁的他,成功完成了军旅生涯的首次跳伞,创下了全旅职务最高,年龄最大跳伞的记录。 其二,810米狙击考核场,他用五发子弹击中五个人头把,打破全旅记录。 其三,集团军勇士一号工程重大时间课题研究公关,作为唯一的政治工作干部,他荣获一等奖。 其四,全副武装高山滑雪,他克服身体、心理,以及巨大危险性的考验,短,短几个月就成为了圈旅滑雪客木头把交椅。 巧杂前写下四封遗书,马宝川任政委的第78集团军谋特种作战旅,被称为雪狼净旅,是军在后先成立的,由11个部队的官兵组成。 很多人之前与特战没有什么关系,存在一定的外男情绪,大家都不会,这个时候领导不带头谁带头。 马宝川决定以身作则,第一个上,我是权力职务最高的,你们看我的,旅里受测高空伞降训练,旅长,副旅长觉得太危险,轮流做工作让马宝川别跳了。 他没干,到了跳伞前一夜,因年龄和体力问题,马宝川坦言自己的那些也有恐惧,于是分别被妻子,正是,不对领导,儿子,写下了四封遗书。 给妻子的遗书,亲爱的媳妇,有一句话,二十年来我都没有说出口,我是爱你的,确实是爱你的。 但是爷们不会把孩子天天挂在嘴边,给战士的遗书,在战备训练过程中,流血流汗是经常的事,也是不可抗拒的事。 不要因为我出了意外,就阻碍了你们前进的步伐,你们要坚定信心,继续前进,如果你们取得越来越好的成绩。 我这个政委在九泉之下,也是很高兴的,给领导的遗书,我的军事技能没有问题。 如果我出了意外,和别人无关,这只是一个意外。 给儿子的遗书,儿子,如果你看到这封信,说明你再也见不到我了,照顾好你的母亲。 毕业之后马上回国,一定要回来投入到电社祖国的事业中去。 直升机舱门打开那一刻,马宝川走到门前,往下看一眼,腿不自知就有些发抖,可想起身后还有一大群新战士。 他马上回过头说,是不太稳当哈,大家不要怕啊,按照动作要领翘,我给大家打个药。 说完,他一个纵身跳出了舱门,官兵纷纷跟随他跃出机舱,多多饭花在空中相继战榜,飘向指定地狱。 有人认为,马宝川作为政工领导,不需要在训练场上那么拼命。 他却有不同的理解,特战旅作为未来战场新型作战力量,无论军事干部还是政治工作干部,都是岛上型干部。 再说了,政治工作极致靠脚,更是干出来的,只有皮杆子,枪杆子都硬,政治工作干部的腰杆子才硬,当不了战斗员,就别当指挥员。 这是血狼静旅领导班子的口头禅,也是军改以来全军官兵的一致想法。 西部战区司令教宗旗,上将打出三十发子弹,二八脚环的优异成绩。 东部战区陆军司令秦渭江,中将首强射击无法权重,年过半百的第八十集团军副军长陈湘文少将,练出六块腹肌,他们都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强军使命。 ZM的脸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 接着咯, 이것도说给我们战区的情组和立场。 接着咯,我们都在这一切面前面前的阶线。 接着咯,我们战区陆域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